未来两年最流行的卧室设计 未来两年最流行的卧室设计 第一 方刚做主体 坚固又耐用 添加实木面板 铺上床垫 舒适又防潮 第一 方刚做主体 坚固又耐用 添加实木面板 铺上床垫 舒适又防潮 第二 床头做半高木板 简洁又美观 第二 床头做半高木板 简洁又美观 听说手机没有2000人 在评论区打不出来这个字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你们要是能打出来 我就给你们评论点赞加关注 第三 下方定制衣柜 再多衣服也能挂得下 装上窗帘 省钱又防潮 第三 下方定制衣柜 再多衣服也能挂得下 装上窗帘 省钱又防潮 第四 做两节踏步 侧面还可以存放书籍等物品 上面空间一定要预留两米高度 这样上下走动的时候不用弯腰 活动更加便捷 第四 做两节踏步 侧面还可以存放书籍等物品 上面空间一定要预留两米高度 这样上下走动的时候不用弯腰 活动更加便捷 第五 靠墙坐衣柜 三个空间坐挂衣区 另外一个放过机的被褥 下面还可以拉开存放行李箱等大件物品 尤其是在紧急的时候还可以藏在里面预防灾难发生 第五 靠墙坐衣柜 三个空间坐挂衣区 另一个放过机被褥 下面还可以拉开存放行李箱等大件物品 尤其是在紧急的时候还可以藏在里面预防灾难发生 第六 坐圆弧造型 空间更加柔美 第六 坐圆弧造型 空间更加柔美 第七 上方坐满吊柜 再多化妆品也能放得下 下方定制梳妆台 实用又美观 第七 上方坐满吊柜 再多化妆品也能放得下 下方定制梳妆台 实用又美观 第八 下方坐矮柜 增加收纳空间 敷上垫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休闲区 后面添加投影 晚上还可以观看科幻大片 第八 下方坐矮柜 增加收纳空间 敷上垫子就是一个完美的休闲区 后面添加投影 晚上还可以观看科技大片 第九 定制长排书桌 办公学习均可满足 上方添加层板 摆放手机等物品 替代床头柜 床头一定要安装开关 关灯的时候不用下楼梯 第九 定制长排书桌 办公学习均可满足 上方添加层板 摆放手机等物品 代替床头柜 床头一定要安装开关 关灯的时候不用下楼梯 床的侧面 不要忘记安装护栏 增加安全性